原创podcast节目你农我农 马来西亚绿峰农业推出 原创podcast节目你农我农温馨上线 每周给大家分享农业知识和名人观点 根据农政单位的研究 目前已发现全台至少有156种杂草 包括62种单子叶和94种双子叶杂草 对18种除草剂生产抗性 农药减量、轮作、使用不同作用机制除草剂和生草栽培等 是近年来强调的普导措施 陆生杂草方面以河本科牛津草 马糖获叶草如 植花获香剂 野餡 咸丰草为主 不少入侵的杂草分威害严重的杂草 如 银椒菇、小花曼泽兰、兔狮子等 也出现在台湾田间 近年来果农开始有意识走向草生栽培 不但有助降温也有益于土壤肥利 但必须仰赖大量的人工割草 无论如何 除草剂剂刑仍是最重要的手段 汉田的非选择性除草剂以 固沙草、巴拉伊和加林塞 选择性的则以富济浮、草沙浸、施德浮为主 水田方面主要仍以立即的丁基拉草 勒蔑草为主 台湾耕作面积集中 生态缓冲能力落 并从草害的发生几率超乎想象 化学防治为优先的手段外 生物防治在农镇单位推动下 使用微生物农药 天敌来助力化学防治 包括苏云金牙包干菌 枯草干菌 液化淀粉牙包干菌 绿木煤菌 黑浆菌 白浆菌 荷多脚体病毒 邪文液道费尔蒙 甜菜液儿费尔蒙等等 并技术转移到人间企业 总而来说 台湾纸宝市场小 但百花齐放 病虫害问题大 但对应方法多元化 农药十年减半政策下 年轻农民思想转化快 各方面均值得关注和借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